但是我在大陸曾經餵出血啊 喝酒可以喝餵出血不容易吧 先別問你有沒有病 先問你有沒有錢 他在幫你看 光掛個號五百塊 說你開什麼玩笑啊 我說我賺的錢都拿來看病就好了 比較小間的 大概三四十瓶的 買一千多萬 因為小孩念書學費太貴了 你想找老伴也得 也有點 想出來 有點吃粉吧 不然誰跟你過苦日子啊 龐牌哥報報董志成離婚三年報售16公斤 還在披损一千五百萬元找老伴 最近董志成終於鬆口離婚進度 錢反而他很大方 因為他嫁給我22年 他很明白 今天他能夠買這個店面 他能夠買不動產 我都用他的名字去買 那他也覺得 這個離婚之後一人一半 是57歲董志成因武漢肺炎放棄中國發展 2020年春節卻瞞著妻不進家門 最終走上分手一途 遺婚的時候才是我最胖的時候 那都到90公斤 借酒交仇 來走不去 只要晚上只要有人約我 我都去 難得請他來分享返台的心路歷程 以及為何受身啊 北京的開銷跟東京跟紐約 並列前三名嘛 好不好 房子更貴啦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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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不是你要永久 落腳的地方是怎麼可能 我那個在吃血壓藥 降血壓的 我大概都有180190 膽固醇高 血糖不穩定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更可怕的是 三酸甘油脂 正常才100而已啊 我可能是300 400 500 因為胖 那時候沒有脖子 會打呼 我跟我朋友啊 一起走路 四五個 最右邊的 可以聽到我喘的聲音 但是我在大陸曾經胃出血啊 喝酒可以喝 胃出血不容易吧 先別問你有沒有病 先問你有沒有錢 他在幫你看 光掛個號500塊 說你開什麼玩笑啊 我說我賺的錢都拿來看病就好了 回台灣之後 他看我臉色很白 然後一側一涼 平血 那平血血都在都到哪去呢 原來我看我們的那個排泄物 怎麼一天比一天黑啊 原來我一直在 還在流血 所以就很緊急的 在長庚立院 輸了五袋的血 躺在床上待三個多禮拜 他和前妻有個18歲的兒子 計劃去紐約念書 這也是他還不想退休的動機之一呢 我兒子是游泳隊的 他特別會游泳 他一下水就是可以2000公尺 就上來這樣 那個大學一年要花200多萬 電腐的房子 我前妻跟小兒住嘛 那我搬回去板橋跟我媽住 板橋還有一個店面是住給人家的 有些已經賣掉了 人家小間的 大概三四十零的 賣一千多萬吧 因為小孩念書學費太貴了 我總要比養老金吧 你大概要1500萬 你才能夠很 很安心的養老吧 你想找老伴也得 因為有點 講出來 有點資本吧 不然誰跟你過苦日子啊 三里娛樂熊阿不是要董哥 健康比較重要吧 報導